讲一个应用 就讲它的一个陶一速率 这个实际上也是用max2速度分布 来解释太阳系的几个行星里面的 有没有大气层 大气层的含量是什么东西 这个和实验 就是和观测比较 发现max2速度分布是对的 这么一个实验 那么首先 要计算 首先我们来计算一下几种气体 比如我们气球里大气层的主要的是氮气氧气氢气 还有二化氮气 对吧 你带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它速度不得了 就是它的均方分速度是 一个是将近500米每秒 是氮气氧气是460米每秒 而氢气是1800米每秒 每秒钟1.8公里就趟着跑了 对吧 这个就是它粒子都是带剧烈运动 运动速度是这么一个量级的速度 这是麦克尔的一个推论 然后这个推论怎么去和我们可观测量去比较 就是我们看着我们大气层的这些粒子 它为什么能在大气层中存在 就是因为有地心引力给它拉在这 所以既然是地心引力的话 那么它如果它的速度 如果大于逃逾速度的话 地心引力就拉不住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和逃逸速度比 那么逃逸速度是什么呢 就是分子动能等于这个星球影域势能的那一点 是一般是这么算的 逃逸速度 对吧 然后你把这个数值带进去 就可以算出逃逸速度 那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逃逸速度和这个均方分速度的比是k 你把那个数值带进去 你会发现对于氮气是22倍 对于氧气是23.5倍 对于氧气是5.88倍 也就是说 逃逸速度要求比氮气的平均速度 就均方分速度要多22倍 它才可能逃逸 然后要对于氧气是23.5倍才可以逃逸 对于氢气是5.88倍 那么这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结论就是什么 至少在地球上就讲 虽然它速度很快 还没有远没有到这个逃逸速度 对吧 那个逃逸速率 所以它可以给拉住 它可以给拉住 但是并不是说把所有的粒子都可以拉住 因为速度非常非常高的粒子 它还是拉不住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要估计从概率上来讲 它要有多长时间 有一些东西可以逃出去 因为它是分布 对不对 比如氢气 它虽然是逃逸速度 比氢气的均方速率要高5.88倍 但并不是说氢气中 没有比逃逸速度大的东西 它只是几率很小 那么小的话它还是可以逃出去的 那么逃出去按照 如果是它这个 它当然需要时间 对吧 就是在某些机会下 它就出去了 那我们可以估计这个时间 然后去和实验观测比较 看看这个mice2速度分布 对不对 那为了做这件事的话 我们先 我们不用均方温速率 我们因为我们考虑速度 我们不用均方温速率 我们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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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VP 就是最可几速度 来做 2KBT分转m 来做 速度单位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引出一个无量钢的速度 无量钢的速度 是速度除以它的最可几速度 然后你把这个max速率分布 变成这种无量钢化以后 你会发现它很简单 它没有任何系数 我们就要计算这个粒子大于陶逸速度的 那个几率是多少 这是 这是K'对吧 就是说 这K'呢 就是 它已经变成是那个无量钢化了 那么K'原来是 就是 这是陶逸速度除以VP 这个是 这个值 那么K' 从这儿积到无穷大 就是说 比如说氢气 是 K'是什么 就是大于陶逸速度多少倍 那么这个倍数 一直积到无穷大 也就是说 我这个粒子中 那个 它比陶逸速度大的那些 的几率是多少 有多少几率 这个粒子的速度 比陶逸速度大 那么就这么 从这个 这个地方做积分 积上去就行 对不对 然后你积上去以后 你会发现什么呢 对于氮气 是 这K'是27 那这样的话 得到N比的人 就是它的几率 几率是 10的负 340次方 而 而这个 这样的话 你就估计 你就知道 在大气中的氮气 有 你可以这么说 有10的负 340次方 乘以N 这么多个粒子 它的速度是 是大于 这个陶逸速度的 它可以逃出去 那么现在就做 这个书上 这个假设不太可信 但是 我做这么一个假设 就是说 这个 这种 你想 如果一部分粒子 逃出去以后 它那max度速度分布 就不是 不再是数 不再是原来的 稳定分布了 它重新再分布一下 假设这个 relaxation time 我们就假设 它是一秒钟 一秒钟的话 如果一秒钟 它就是说 它重新建立 从一个不平衡到平衡 是一秒钟就建立 整个大气 是一秒钟 当然这个可能 时间可能是比较长 但我们就估计是一秒钟 那么 这样的话 那么地球逃出 就是地球 这个蛋分子 逃出地球引力 逃出去以后的 它的几率是 在一秒钟里面 它的几率 就是10的 负344次方 每秒 一秒钟一次 每秒 对不对 那么 也就是说 你把它换成年 就是10的 负333次方年 就每年 它逃逸的几率 一个 每年 这个例子 得到逃逸速度的概率 就这么大 那么也就是说 平均来讲 过了10的 333次方年后 这个氮气 在大气中 在我们地球中 就会消失 对不对 当然我们的宇宙年龄 远小于这个了 那我们再看看月球 月球上 再看看月球中的情况 氮气 月球我们可以算出 这个K表的比例是5.2 那么你用那个 麦克斯拉速度方 速度公式套进去以后 就是 就无量钢的这个东西 套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 它的 它的几率 就得到N比N 就是说 速度大于 逃逸速度的比例 是多少 是10的 负15 十五次方 假设它每秒钟 杀负了一次 每秒钟 重新建立一次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在每秒钟里面 这个例子 有10的 负15次方的 那个几率 是大于逃逸速度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10的负8次方年 就每年中 有10的负8次方的几率 它可以逃出 月球 这个氮气 那我们知道 宇宙年龄是 就是 我们地球年龄是 这是1亿年 地球年龄是40多亿年 46亿年 所以 在 假设 月球上 原来有氮气的话 它先跑光了 对吧 那氮气就没有了 在1亿年以后 它就会消失 那么太阴系是 60亿年 那地球最古老的是 46亿年 你按这个算的话 你可以算出 有一个临界值 在这个临界值以下 这个红点 这气体就应该逃出去了 对 对于 月球 水星 火星 地球 土星 木星 那么 那么对于 氢气 氦气 这个是 甲烷 氮气 氧气 氧气 二氧化碳气 等等 那么 在这些星球 金星 火星 水星 月球里面 这些气体 完全 经过这么多一年 就全部逃出去了 就没有了 而对于地球 以上的话 它还存在 氢气就很少了 对不对 那个氢气还是有的 这个氢气还在这 不多了 然后剩下的气息 还都有 那么这个和我们的 实验观测 是大致吻合的 所以 这个Suffling的数据 是每秒钟 Suffling一次 好像还是挺合理的 就是说 每秒钟 那个 挺合理的 那这合理性 从哪来 我就不知道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从这个间接上 说明 这个Maxwell速度分布 是有道理的 对吧 这是一个应用